中国历史上,命运最好的废后是谁呢? 此女当属光武帝刘秀的首任皇后郭盛通了。 郭盛通与刘秀是纯粹的政治婚姻, 刘秀当初直接平定河北, 为了联合真帝王刘洋才娶了刘洋的外甥女郭盛通。 然而,刘秀真正爱的是殷利华, 一直想废后, 却被董事的殷利华劝阻, 直到15年后才正式废后, 被废后郭盛通被封为中山王太后, 时任中山王刘甫是郭盛通的亲儿子, 并将长山郡增封给了中山国作为郭盛通的供养。 后来刘甫改封配王, 郭盛通又被改封为配太后, 直到去世。 郭盛通给刘秀生了五个儿子, 他们全都善终, 甚至有人密谋造反, 都只是贬为侯, 之后还恢复了王位, 他们的命运都很不错。